馬安 歡迎收看這個賽馬報告 我是主持世榮 明晚有九場菊草C加三的賽事 大家都知道內蘭優勢在這個難度相當大 究竟有幾大呢 跟大家說說數據 一二三檔在菊草遷移C加三難日 大家都知道內蘭優勢在這個難度相當大 其實已經佔了一半的頭馬 如果說稍有實力的馬抽到這三個檔位 其實已經是對他們幫助很大 大家選馬的時候 都不妨在這三個檔位埋手 而昨晚 不是昨晚 由季初直至現時為止 賽馬會是錄得 但日本有31%的勝出率 相對三甲率是61% 我們一起跳出香港 用無天器先生的堅仔 做這個賽馬預查 可以見到盡著是這匹馬 上次七檔真的抽到外府那麼外 遠過米古佐頓在佛球線起跳 怎樣可以外這麼外 因為七檔沿途會走三跌 沒辦法 入到直路藍三個匹 還要繞到最外跌 你一見到 在世界盡頭走回來 當然要一些時間 但他追勢也相當零厲 最後竟然可以讓他追回第三 相信如果他不是這樣走 應該至少可以有前移 今次有三甲幫到他 我相信會好跑很多 依然都是由陳佳起執降 應該可以騎快騎速 阿公 方仔讓了一隻日日靚 上去跑1650 亦都作這隻馬做首選 相信他都對陳佳起有一定的支持 希望大家可以留下七馬 今次節目時間又差不多了 大家如果未訂閱世榮香港的賽馬頻道 歡迎按右邊按四星珠 稍後會有更精彩的賽事 千萬不要錯過 多謝收看這個賽馬報告 我們等待再見 拜拜